大家好,各位韩国的粉丝们大家好,我是在LPL当主持人的小玉 从2017年到现在的话,其实也是三年的时间了嘛 其实这一次能够参与到,以主持人的身份参与到世界赛 这个没事吗? 以主持人的身份参与到世界赛当中感觉挺奇妙的话 因为三年前我和熙然还是可能算是门外汗 我们当时可能做一些赛前的小节目嘛 而且也没有怎么到赛场 然后这一次能够清零赛场 然后非常紧的那种,然后一直跟着赛程嘛 感觉还是更加胜临其中的感觉 是其中的一员 其实我对于采访的话 我觉得没有特别多的说紧张啊什么样的感觉 因为其实也已经做了两三年的时间了嘛 但是还是觉得有点新鲜吧 因为之前没有想到世界赛的一个采访 可能是在一个就是我们的棚里面 就可能比我想象的会更加的轻松一些 对,然后包括环境啊什么的 也会更加的放松一些 就还是挺轻松的吧 而且我们是会有一个时间的过程嘛 然后可能世界赛有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没有时间对问题 就跟选手们的一些东西都是比较及时性的嘛 没有在提前跟他们去对一下 但是其他的我感觉跟平时的 也没有什么特别多的差别吧 我觉得还是了解到说世界赛会有就需要 如果会更多国的语言 确实会有一些不一样的感觉吧 就是因为我发现如果说会有翻译在中间 要去翻译一下的话 有些时候可能主持的一个观感 采访的一个观感会稍微的有一点点的问题 对会稍微有一个就递进的过程嘛 那如果说可以及时的翻译出来的话 其实确实会很不一样 而且我觉得他们两个人也挺厉害的一点 是因为小组赛包括入围赛的赛程 我们是一天有很多场BOE嘛 中间很快很快就要进行下一场的采访 所以像这种的临时应变的能力啊 包括像准备问题的能力 其实确实都是非常厉害 值得我学习的一个地方 印象最深刻的吗 我觉得应该算是西叶吧 因为我之前也只采访了一场嘛 暂时 西叶吧 因为那一场是老干爹在入围赛 就是第一场赢的那场比赛 真的是心揪着 如果这场比赛我们也输掉了怎么办 所以能够在赛后采访的时候 见到他们心情真的非常好 最想要采访 其实我觉得对于我来说 LPL的选手们都非常想采访吧 因为能够在赛后采访 碰到他们就意味着说 我们这一场比赛又赢下来了 就每次见到他们的时候 心情都非常的好 他还是会有给到我非常多的鼓励吧 因为他是一个 已经出道很多年的人了嘛 虽然年纪比我还小半年 但是他在自己的工作上面 包括自己的一些想法上面 都是非常成熟的 像我最近 因为我一直都在学韩语嘛 然后我真的学得脑子快炸裂了 然后因为我是一个学渣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非常的困难 然后像这一次 因为今天我应该就会做出我的第一次 中韩双语的采访 然后在这个过程中 其实也纠结了非常多次 因为我觉得没有万 只要有万分之一的可能性出错 我都不愿意做这个事情 但是说难道你要跟外国人一样 你才做这个采访吗 你要等到什么时候 你已经在就做了三年的主持人了 什么时候才能够拿出来 然后也是一次一次的陪我练习嘛 所以也是帮助到了我非常多 学语言的小技巧嘛 我真的是非常笨的那种学语言的 因为我很是个处女做 然后如果我没有做好的事情 我就不愿意跟人家表现出来 他跟我说的小技巧 就一定是要多跟外国人沟通 就是跟说那么的语言的人沟通 但是我不愿意 我每次他让我跟他说韩文的时候 我都嗯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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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每次都会这样 所以我就是用很笨的方式学语言的 对 就是说让我不要紧张 说我什么就是口音啊 这些方面都还可以 但是我还是对自己 还是很紧张现在 对 基本上在我做主持人之后 包括第一次做LPL的采访的时候 都没有这种紧张的感觉 因为真的是学了很久 对 想拿出来看看到底是怎么样嘛 嗯